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来看的这个游戏试玩 叫做影之刃灵的极难模式的实际试玩 之前也没有看过极难模式 我们直接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 影之刃灵的第一周末有简单 普通跟困难 三个可选难度 然后至少普通或困难 不能够玩简单 要玩普通或困难的难度 完成一周末后将开放极难模式 哇的 有这种设计的 这个游戏公司还蛮有趣的诶 哇 第二周末是可以选极难模式诶 看一下这个 这个频道 中国的IGN 把这个极难模式 哇靠 很顺诶 塔塔塔塔 哇靠 那个动作 非常快 哇靠 那个血 一半不见掉诶 那个血 哇 现在那个敌人丢那个什么陀螺 陀螺这样子的武器 哎呀 哇 他的那个弹反 哇 很痛 我才要说刚才 因为我刚才看到那个 这个游玩的这个人员啊 他刚才的弹反很美诶 他很多弹反都把那个 敌人的攻击力弹掉了 然后血都没有在扣 我才 才夸奖他直接 那个血直接不见掉诶 他直接一个失误直接不见掉吗 那个血 我们来再看多一次 你看 他现在满血吧 弹反 再弹 他在格挡 这个叫完美格挡吧 然后 一个失误直接 哇靠 哇靠 直接带走诶 他还打多一次 哇哇哇哇 刚才那个攻击 有连段诶 他会持续在扣血 扣个三四次 得得得得得 蹦 我跟这个 超难的难度打 真的是不能失误诶 一个失误直接死诶 OK 漂亮 破扣 你看 直接半血 哇 直接半血 然后直接接两集 直接死诶 他没有给你喘气的时间吗 没有给你喝水的时间 还是只有三瓶水 OMG 这前期都boss吗 这个 哇哇哇哇哇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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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哇嗚 這個是重型武器吧 他的動作是會比較慢 可以切換輕型武器 這個遊戲好的是 重型武器跟輕型武器可以自己 在戰鬥中切換 可是我看到 右下角那個 武器有那個冷卻時間 為什麼 少人可以在我影片下面留言一下 哇靠好難哦 我沒有玩那時候我看這個影片 我覺得這個Boss很有壓迫感 他的動作都 都好快啊 然後遠程也能打 精湛也能打 哇 哇這個 哇這個一整段都是我們在打嗎 他敵人一直在撕衡 Oh my god 哇用輕型武器了這個 好像雙劍這樣子的武器 還可以丟出去的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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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比较强,强过刚才他用那个重型武器 重型武器 威力高但是动作很慢 然后 如果给这些比较速度比较快的敌人抓到司机 我们会被他 一的连招打死 然后我刚才看到这个后期这个他打赢他的时候是用这种 轻型武器,哇,实在是快 他不只快,那个伤害也是蛮高的 因为每个 他的 攻击力低 然后他的那个连段很多的话 其实全部加起来是蛮高的伤害 哇,好恐怖哦,好恐怖哦 我很期待这游戏,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打赢他这段 我们再来 这个死掉嘛,这边开始 OK,他用重型武器 格挡,格挡,格挡,OK 还是说轻型武器不能格挡 这个重型武器可以格挡 哇,哇,哇 OK,OK 哇,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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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哦,打到 他这个人应该是有死很多次了吧 他只是展示给我们看他死几次 只是他死很多次我觉得 哦,我还有发现一点这个 大的,这个重型武器大剑 他可以打到那个敌人一直失衡 他一直失衡,一直失衡也是一种很好的 一种输出手段 你看 他这里那个敌人是一直在失衡的 他 他没有办法反应过来 然后过后才反应过来 然后格挡,格挡 再接,打了直接换武器 哇,换武器不用时间了吗 直接换武器 然后直接一个连招 远近距离打下 再冲点去接这个 暗三角屏接这个 哇 太帅了 这是有谁试玩啊 这个 这个是 Ign China 中国的 他这个极难模式的也是 哇 我不知道这个人 我猜他应该是有 失败一个 三四十次吧 应该是有死很多次 他只是前面放一点给我们看他死的画面 但是 我觉得他是死很多次了 这个 因为他前面你还没有抓到那个敌人的那个招式 你是很难打 过后他可能 抓到了他的攻击方式 然后 打出四横 然后再接清新武器 一连串的招带走 哇 完美啊 哇这个 游戏可能是我 我之前是期待这个中国的黑神花悟空吧 然后通关了过后 这个可能是我第二个期待的中国游戏 哇 看到这个也是 真的是 越来越期待了 好了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